路邊一顆龍樹下 是我懷念的地方 晴朗的天空 涼霜的風 還有嘴人的綠草香 哇 網上好 打頭摸啊 那 要不是你們逼我 都是你們逼的 你看我都被你們逼的 逼的 大家晚安喔 吃飽了吃飽了 染髮後變年輕 25歲看起來像18歲 這麼說話啦 你看 沒辦法 大家都一直講我的頭髮 怎麼燙的頭髮 欸我有拍影片 哈哈 好不好 過兩天 欸明天要上片了 本來不想公佈的 沒想到還是得公佈一下 最近很多客人看到我 都說不是他想像中的那個小事 然後本來到底是多老 本來到底是多老 就一個頭髮 我跟你講 外觀只是一個軀殼而已 大家不用看太多 你們要看到我的心靈深處 我的靈魂 My soul 好不好 我每天都被言語霸凌 阿呆他們 每個人都在言語霸凌 阿我老婆每天都在言語霸凌 都問我什麼時候要剪頭髮 一直霸凌我 那種職場霸凌 跑啊哈啦 每天都在我們公司發聲 還有家庭霸凌 大家都在霸凌我 就一直在叫我 叫我剪 剪頭毛 一直叫剪頭毛 好不好 終於剪了 爽了吧 沒有啦 其實頭髮 真的 這活到四十幾歲 沒有留過那麼長 想說留看看 結果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年紀越大的人有沒有 頭髮留越長 我看到一些年紀很大的 流到綁馬尾啊什麼 後來我覺得 還是剪一剪比較好 今天先介紹一下 乾爹們好不好 右手邊有聖帕斯的 強化考爾 這個已經是我們的長期贊助 廠商了 然後這個下面這有一個 Pakete 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不沾手那個醬包 上次在直播有跟大家演示過了 全聯啊各大通路都有在賣 可以去找一下 還蠻方便蠻好吃 我昨天才吃 因為我現在在那個健身嘛 然後健身完我回家 我就 我會買那個牛肉片 牛肉片 回家就用開水燙 煮完之後呢 我就拿那個Pakete的那個 它有那個四川什麼 麻辣口味的醬包 稍微淋上去 因為那一包四十卡 就擠上淋上去 然後就這樣吃 吃牛肉 水煮牛肉 不是你們想像那種水煮 我是真的用開水煮的 真的用開水燙的 要再煎個四顆蛋 有沒有 那個 現在有那個蛋白質恐懼症 如果覺得一天 蛋白質吃不夠的時候 回去蛋就狂吃 你想想看 一餐喔 牛肉片 大概200公克 應該有個30 30克的蛋白質 一個蛋大概7克 晚上回去再吃4顆 28 這樣一餐就有58克的蛋白質 克完之後再喝一杯乳清 一杯乳清大概有25克的蛋白質 28 38 58 這樣一餐下來就有80幾公克的蛋白質 方旭詠教練晚上好 方旭詠教練 我們的片什麼時候要上 方旭詠教練 我要幫你推播一下 真的是代表作 上次方教練來我店裡拍的那片 我覺得是 蠻好笑 蠻好看的 還不錯 好不好 到時候 方教練上片的時候 我在 我在推播 在FB 給大家 知道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這樣 請問要買三年開9萬公里的車 還是要買9年開3萬公里的車 我是會買9年開3萬公里的車 三年開9萬開那麼多 我才不要 短時間激烈 激烈使用 沒有 其實這東西概念是這樣子啦 我都覺得說 因為你如果是站在二手車的立場 他都已經三年了 那 三年開一台車 三年開了9萬公里 相較之下 你在市場上 你要買正常開在5萬公里以內的這個車 其實並不難找 對不對 其實選擇性很多啊 但是9年開3萬公里的車 不好意思 市場上 你提著燈籠不一定找得到 啊有也是一台兩台了不起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那麼笑嘛 買回來9年才開3萬 所以相較之下照這個 保值啊 或者是比較CP值比較高的狀況 應該是要買9年開3萬公里的車 小事哥內燃機使用多久 建議買油電或是電車嗎 我覺得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其實 像 我們開過電動車啊 或是開過油電車或是汽油車 那每台車開起來的感覺其實是不太一樣 那當然要符合你自己的使用需求 跟你自己開的覺得舒服 那你使用需求如果真的是對於這種 充電的環境比較 比較方便啊 或者是你覺得算起來相較之下 有比較划算啊 那你可以開油電車嗎 或是電動車嗎 然後我想到這個問題 我想到今天我在論壇上面看到有人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他好像選了四個選項 說想要問網友說比較建議哪一台 那我印象大概就是一些比如說 SX4 SWIFT VIO 然後他列出來的每一台車其實都超過20萬公里 都大概是在13年左右 然後都超過20萬公里 只有一台SWIFT是14年 但是他里程只有10萬公里 然後他就問網友說要買哪一台比較推薦 那其實我看了一下 有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會有一個盲點就是 你買這一台車你打算開多久 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因為我常在講說一台汽車的車礦 你超過20萬公里以上 基本上已經在走下坡了 不要說20萬公里 其實在10 我自己感覺16萬公里其實就是在走下坡了 那當然我們要撇除掉說他真的照顧的很好的狀況 或者是說他真的很乖的 提早會把所有的耗材去把它更新 那如果撇除這一點以外 大部分開始在走下坡 那過了20萬我會覺得說 這台車你接手回來 可能肯定有不少東西 可能需要陸陸續續的需要更新 所以如果假設你買這個車回來 你只是打算代步 也許一年兩年 我覺得還OK 但是你如果想要長期持有的話 我都覺得光一開始的預防性更換 你就要花很多錢 然後再陸陸續續你可能就要花很多 你看他繳很多學費 反正大家就是給了一大堆的建議 但是唯一那台跑10萬公里的SWIFE 因為他是最貴的 所以沒有人推薦 所以我發現很多人在買二手車 他其實他眼睛都只放在價格 如果真的只是差 比如說5萬塊錢的話 我會選里程數比較低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會寧願去選比較貴那台SWIFE 因為他里程比較低 而且低的大概二分之一的數字 那當然我們講這麼多都是在 在里程數可以參考的狀況之下 好不好 這是一個經驗 因為不一定少的一定車況好 只是說這是一個大方向 大數據 好不好 我們的那個FB貼文裡面有沒有 有這個走鐘獎的票選活動 然後再麻煩大家幫我們去投票一下 那鼓勵泰山阿呆他們這些後勤人員 鼓勵一下 要不然就是這個舉手之勞做環保 也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FB的這個貼文 好不好 幫我們分享一下 幫我們吹票一下 好不好 我用這個來斷定說 我出來選詩議員會不會中 哈哈哈 好不好 OK吧 再麻煩大家啦 一台最便宜無代休 無肉油的新手代步車 是不是大概落在10到15萬 來這個觀念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你如果要買一台 所謂的代步車 基本上要求無肉油 我坦白說是有一點比較 標準高了一點 我倒覺得說 有時候老車 我們會覺得說 他不要低油就好了 有一些油氣 我覺得是還蠻合理的 有些車超過三年 其實就會有一些油氣在 油底殼周圍 謝油螺絲周圍等等的 那我覺得油是這樣 我們判斷就是他可以 稍微的散發出來 但是他不要是那種常態性會低到地板 我覺得那個對於一台老車來講 就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如果只是一些油氣 我倒覺得以年份高一些的代步車的標準來說 我倒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為什麼小事哥都沒收奧迪 有啦比較少啦 其實奧迪福斯的車我們還是會有 但是通常我們都會把標準 比國產車再稍微更提高 那這更提高的原因是因為他的保修零件都稍微比較貴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說回來 或是交給下一個人 他風險越低越好 所以我們會比國產車標準都來得稍微高一些 例如在里程部分 在車礦部分 我們的標準都會更嚴謹一點 那因為國產車這個假設啦 我們選的這個這個車礦在中等中上 那回來即使有一些需要整理的 都是不用太多的錢 就可以把它翻新到一個正常的狀況 但是如果說我買VAG車系 我還是用一樣的標準回來 因為他零件相對比較貴 所以一樣換這些東西 我需要花的費用可能會是高於三成或五成 甚至一倍 所以我們會把標準再更提高一點 北投百特不是專修BMW 其實他是專修Toyota的車子 他以前是Toyota的師傅出來的 但是這個因為他自己老闆自己有 有開過好幾台的BMW 所以說他對於這個車還算是有一點點 BMW老車還算有一點點的 還蠻厲害的啦 應該這樣講 因為他喜歡跟我一樣嘛 喜歡搞東搞西 並當並塞 所以BMW車子他多多少少還是有些了解 所以有時候我會觀察一件事情很奇怪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網路上常常會有人在講說 小師哥你都偏心啦 都說BMW多好多好有的沒有的 可是後來經由我的觀察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比如說這個對車有興趣的人 YouTuber也好 或者是一些車評也好 我是不知道我沒有講誰 他們反而他們都會去開BMW 我那天忽然想要這個問題 經過我觀察 我會覺得說為什麼這一些 不管是技師也好啊 或者是對車有點興趣的這一些 車評也好啊 修理場什麼都好 為什麼他們都選擇自己的車會想要開BMW這台車子 我覺得這個是蠻會讓我花一些頭腦去思考的問題 很多人不知道BMW嗎? 雙B雙B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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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為什麼他們會去選這個車子 代表就我常常在講 其實這個車真的開起來是蠻有操控樂趣的車子 蠻好玩的車就是很輕鬆 然後很難形容啊 很難形容就是開起來就覺得很好開 跟比起其他的廠牌 賓士也好 甚至我覺得Posh也一樣 比起來我真的覺得他有他的迷人的地方 所以才會這麼多這種專業的人 都會去選BMW這台車 雖然我講是單就於車的部分 後勤那些我都沒有講 好不在我這個判斷的範圍內 好不好不在我判斷的範圍內 上山路下坡時用低速檔 正常轉速都會提高 那如果轉速提高時油耗也會啊 油耗跟時速沒有絕對的關係 油耗是跟轉速有關係 好不好文綺 所以你開車的時候 如果你開車 如果你是自己手自排可以變檔 有沒有 你如果隨時都把轉速維持在2000轉以內 我告訴你 你這一桶油就會很省 你下次可以挑戰看看 好不好 就是開車一桶油都維持 只要你車一開出去 從來時速不超過2000轉 我告訴你 你這桶油就會很省 油耗跟轉速是比較直接的關係 跟時速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很多中午車行的牌照都停時 這樣要怎麼查里程數 問他對不對 如果他沒有做壞事有什麼好怕 你就直接問他 你就問他說 欸我想要查里程 你可不可以給我你這台車的車牌 跟這個出廠年月 我跟你講 我粉絲頁裡面的私訊功能 就很多人直接問我 我雖然我照片都會遮車牌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直接訊息傳給我 我都會告訴你 我都直接把我車牌告訴你 雖然我都已經查好附在上面了 對對對 對啦 我都已經查好附在上面了 然後台灣人很喜歡這樣 有一些就覺得說自己有一點點的 這個可以走後門還什麼 他要你的車牌號碼什麼 有朋友在警察局的啦 有親戚朋友在保險公司的啦 有沒有 有親戚朋友在原廠的啦 然後問一下你的車牌 其實他不是要查理程數 他透過一些關係走後門 要去查看看 你有沒有出保險的紀錄啦 有沒有這個警察的一些特殊的紀錄啊 有沒有什麼有的沒有的紀錄啊 好不好 台灣人都喜歡幹這種事情 要不然我的那個FB貼文 能查我都直接已經查在上面給大家看了 不准洪志就是洪志嘛 小資哥可以分享你對VOVO的看法嗎 分享過啦 他就是這個歐洲車裡面的 不能這樣講 不能講也不算Toyota 我覺得VOVO是這樣 他配備很棒 然後大家也知道很安全 然後他配備永遠都在這個進口車裡面都給的很好 而且他的單價也不是在進口車裡面算數一數二貴的 然後他的廠牌也不是那種裝逼的廠牌 可是他就我覺得他是屬於比較務實一點的 但是這個車子唯一一個就是我開起來 我不喜歡那個感覺 就是你覺得自己開一個鐵塊這樣 那對於我來講比較沒有那種 我不知道這樣講會不會被一些車主講 但我覺得他開起來比較沒有那種 所謂的流量的感覺 那種操控感 你很少聽到VOVO在行銷上面 或者是你在網路上看到很少有人會去說 哇VOVO操控的很棒啊 或者是什麼馬力強到怎樣啊 多快啊 有沒有 你很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廣告 或者是一些形容詞在VOVO上面 他永遠都是把 把Focus放在他的安全性上面 所以我覺得說他是一個配備很好很安全的車子 那中規中矩的用料也實在 但是他並沒有那麼虛化 也沒有我們所謂喜歡 像我們這種喜歡開起來有那種 一點點操控感 其實常常在講操控感這東西 並不是在講說我們很會開車 而是說就是我們開過很多的車子 那覺得說哪個車子開起來是最順手 最舒服的 那是這個意思 好所以VOVO唯一的一點就是我覺得他比較 我開起來比較不喜歡那個感覺 可是他是很扎實 不代表他不好 不代表他不好 VOVO是不是要買二手車最划算 因為新車折價太高 沒有這相對性的啦 相對性的啦 就是有時候新車我常在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有些二手車 然後你會覺得說這個 他的折價很高 其實有時候是要看他新車 有些新車他都故意什麼 把定價定的高高的 誰最會幹這種事情 VAG的某些車系 他先把那個定價定的很高 然後呢你去買的時候 哇隨便折個一二十萬給你 新車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會誤以為說 哇這新車冷霸蠻 結果現在剩九十萬一百萬 可是其實不是 那新車可能一百八而已 他雖然定價兩百 買到手一百八一百七 懂意思嗎 懂嗎 那這樣有幾個效果 一個是說讓客人覺得他殺的很爽 第二個是他新車的時候 貸款是不是可以貸比較高 對不對他見價的時候 然後他這個賠這個那個叫什麼 竊道險保竊道險的時候 你可以用兩百萬下去保 你買一百八十萬而已 可是你保額是用兩百萬下去保 賠錢的時候是會賠比較多 對不對 銀行的見價會見比較高 因為他定價在兩百 懂嗎 所以有時候這也是一些策略 所以間接他就影響到二手車的價格 所以有一些車不是說他折價很高 而是說他當時新車其實他就是用這種 這個定價高然後高折價高定價高折價 的時候在賣 所以其實買到手 往往都沒有那麼貴 真的啦 你看現在有一些比如說某某小型車啦 定價五十六萬的車 你買到手上 可能四十九萬就買到了 他定價是五十八還是六十 你買到手上四十九萬 現在媽有四幾萬的車有幾台 新車喔 那你覺得他二手車會保值嗎 他二手車又不會保值 為什麼不賣熊貓車 我為什麼要賣熊貓車 熊貓車現在媽你有錢喔 你在外面你還不一定買得到 你知道嗎 因為該報廢都報廢完 以前熊貓車到最後是用來幹嘛 你知道 我跟你講 以前熊貓車都是用來超代用的 就跟現在的納叉捷一樣 那種車都是拿來超代用的 就是他市場認定價格很低 真的很低啦 熊貓車從很早以前很久 大概我隨便講啊大概從七年前八年前 熊貓車就已經個位數在買賣了 就是估車啊估價都已經個位數 就是幾萬塊而已 可是那個我們的銀行見價在用的天書啦 權威啊都還寫一二十萬 所以那個車怎樣 買個位數回來一些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客人 然後呢超代用的 那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我也遇過很多這樣子的客人 他們是真的說需要車 然後沒有那麼多現金 想要類似買一台車來代步 所以他就會去找這種 可以超代的車子 可以免自備款車子 好有人說找前車 所謂找前車就是什麼 你跟車廂買10萬 可是可以代20萬 然後還可以再退10萬給你 回來花用 你說熊貓車真的很爛嗎 我倒覺得 也還好啦 就看你用什麼眼光去看 因為我記得沒錯的話 熊貓車好像用的是Tesale的引擎 我印象沒錯的話 所以基本上我倒覺得 應該還好 可是聽說有些電系上的問題 你們可以研究看看 我是沒有琢磨過 反正我不賣我就不管他 所以這個找錢就是這樣 跟現在的 其實現在的那 很大部分的納智捷的車款 都可以免投款 真的是免投款交車 全額分歧 他是仿Toyota引擎 哦 還原製造就對了啦 長知識了 長知識了有沒有 看小思長知識 小思哥店你的老車願意開放車迷現場看車嗎 其實我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店裡現在因為太急了 我也希望有一天如果能力範圍所及的話 我想要租一個倉庫來 來放一些整理好的老車 然後這個準備一些 這個咖啡機什麼 讓一些朋友可以來這邊朝聖一下 看看老車 車聚一下聊聊天 我覺得這感覺也不錯 但是目前的人力場地跟我們的營收的能力有一點不足 真的有點不足 那這是下一個夢想 那不敢說博物館 我覺得開一個小小的倉庫 一個大家可以車迷啊 或是粉絲大家可以聚集聊聊天的地方 我覺得也不錯 好不好 這下一個目標 希望有一天等到這個公司的營業比較穩定一點 人力比較充足一點 那營收足夠的狀況之下 那來做這件事情 有機會的話 那也希望大家 我真的很認真 語重心腸的講 這個東西不是說我要滿足什麼私慾 你知道嗎 因為我發現很多車主把這些老車交給我 他們其實就很單純的對我們信任 那他知道我們會好好照顧他 知道我們不會把他報廢掉 可是問題來了 這樣子反而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每一台車我都不知道該不該賣 那不知道該怎麼賣 或者是不知道該不該整理 整理完了又不能賣 只能放著帳位子繳稅金對不對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這個 是我目前蠻頭痛的一個問題 我想認真的 所以我也在思考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真的 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說真的 線上五百多的觀眾朋友 如果說真的願意支持我們的話 多多幫我們分享一下影片 多多請周遭的朋友幫我們訂閱 我坦白話講 攤財 對攤財 我們需要一點點的這個 多一點的鼓勵 跟實際上我們可以換回來的一些 業配也好 營利也好 我不管 就是影片的部分 我倒不是說賣車的部分 那影片的部分 如果能造成大家更踴躍的一個效應的話 也許有一天我們希望有這個能力 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那你說開一個倉庫或者是賣這個咖啡 能夠賺多少錢我不曉得 我覺得我相信你們也知道對我來講 我去賺那個一杯咖啡 一百好不好 一杯賣兩百 然後賺對半賺一百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意義真的不大 就算收個門票 一張一百兩百三百 其實對我們來講意義都不大 因為那個族群太小 那一天是會有幾個人次來 對不對 當然你自己去算一算 我如果真的去做這件傻事的話 蠻難盈利的你知道嗎 真的蠻難盈利的 你用卡頭夫想看看 所以坦白說 我不確定有沒有這個錢去掃 不過未來也許有機會 我們如果租個鐵皮屋放一些老車 有咖啡廳漂亮亮的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媒體部 他們也移去那邊上班 對不對 那大家都是粉絲朋友觀眾朋友來 大家可以喝咖啡聊聊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我喜歡那種熱鬧的感覺 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覺 本來從不認識 看直播 都在電視上看小時 實際上看到泰山 泰山看起來 真的是熊足天菜 有沒有 我覺得那種大家 生活上面可能會比較 沒有那麼負面 會比較開心一點這樣 謝謝燕智的欣欣有沒有 我講那麼多 燕智就是怎樣 他能解讀出這個我要什麼 我要欣欣 沒有欣欣那個太少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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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多幫我們這個訂閱一下 分享一下影片啊 對啊讓我們去想辦法 看能不能達成這樣子的 不要忘了我們有開財團法人的計畫 對啊就類似這種 我覺得會比較 可能這個夢想會比較近一點 不賣就停牌放著 你如果沒有一個場所收藏它 也是不太好啦 有時候看了也會心疼 人家好好的把一個 他們很珍藏的車子 我跟你講每個來賣都說很珍藏 雖然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每個來賣都說那個車充滿了回憶啦 可是有時候當然我們不會 站在不相信的立場 我們還是願意相信 消費者他真的是很愛這台車 這台車真的很捨不得 真的有很多回憶 我們還是願意相信的 只是我覺得現在真的數量有很多 越來越多 這種老車交付給我們的 數量越來越多 而且每一個人都會丟下一句話說 你要好好照顧他 我是相信你 我才把車給你 可是你給我 我到底我要把它放著嗎 還是我要賣嗎 我能賣嗎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賣 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賣 我講個最簡單的 先前先前最早有一個薩把9000的 去台中收的 我不是在講客人怎麼樣 我是說有時候當那樣子的 他走了以後都很難過 我甚至流眼淚了 那這個車子我到底我要不要賣啊 所以我放到現在 那個薩把車 不是我不願意處理他 整理他賣他 而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知道嗎 我把它整理好了 那我該賣我能賣嗎 我賣掉會不會被 車主說 欸小時候我當初信的 你把它交給你 結果你也是把它當商品賣掉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這樣一直放在那邊 很頭痛啊 真的有時候 有點尷尬 10點多了耶 好啦今天聊的比較晚齁 時間差不多了 請問現場試駕有什麼意外 會如何解決 我們試駕都會填一個試車同意單齁 也就是說你在試車過程當中 如果發生任何的狀況 可能都要由這個試車者來做一個負擔 你去新車其實也會有 你去新車公司 如果你要開他們試駕車他們都會 所以有的會有保險 那有的會有一個這個 試車同意書讓你做一個簽署 這樣子 好不好 好啦大家晚安啦 好 好